我們繼續跟袁毅教授來談目前北韓的危機 袁毅教授我們知道就是在這一次的制裁案裡面 同時還有另外一項就是禁止北韓的紡織品輸出 據說這個每年可以幫北韓賺到7億多的外匯 很多人說我們沒有看到北韓做的T-shirt 衣服 實際上面他們很多都是到中國在加工的 其實裡面就逢上一個Made in China 實際上又出口了 所以不管是原油或者是紡織品 中國大陸能不能守住這個關卡 或者是嚴格執行聯合國的制裁決議案 會變得非常重要 大陸有這個意願來做嗎 經常去沿邊旅遊的旅客會發覺 怎麼中朝的邊界氣氛並不是大家所描述的那麼敵對 這說明了什麼也就是在國際政治裡面有法理的一面 也有這個地下的一面 那剛才您說的這一些是比較 文州州的講理的 透過法律的方式來進行維持國際秩序 但是在現實世界裡面確實有很大一塊所謂灰色地帶 那灰色地帶以及怎麼說就是走私的 其實在台灣我早就穿過北韓製的這個T恤 這怎麼進來的 肯定是走私進來的 那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 它在這個地區的角色越來越重 尤其是美國賦予它的一個新的就是有關這個 北韓的這個問題裡邊 那中國大陸跟北韓又是因為 因為是歷史上的這個原因 他們又是一個 長期有一個歷史性的這個盟友的這麼一個的關係吧 就是在在的增加了中國大陸在執行 扮演這個國際正義之身 維持國際安全的一個新角色下面 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那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中國大陸在執行相關的這個決議案的過程裡面 顯然有放罪的這個可能性 這是一種想法 另外一種想法也就是說 何以中國大陸不願意做很多 大家期待它做的事 就是它還是回到最根本的一個 地緣站子的一個考量 有就是說 朝鮮半島的未來的發展 中國大陸希望要朝向它的方向 至少不要破壞到它的傳統的這個安全考量 那就是一個 它現在能夠調整的 它是期待 是一個無核化 但是對於地緣政政裡面的未來的發展 一個想像空間 就是說一旦北韓政權崩解以後 那又是什麼樣的一個局面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 我覺得這是它整體戰略的考量 一個最深層面的 我們看到最近一段時間 有一些報導談到中國大陸內部 就像剛剛袁教授所說的 有不同的路線的爭辯 大陸你知道就是說 其實很多問題都是上面定個調子 下面都同一個口徑 但是在北韓的問題上面 似乎有相當程度自由度 大家這個你來我往 大家針鋒相對的很厲害 我的問題在這裡就是說 大陸在北韓核事報以後 第一個反應 我看到在聯合國的代表 似乎是在講說 我們應該要繼續的 完整的執行上一次安理會的制裁決議 還沒有談到說要有新的制裁 前兩天開始 不管是外長王毅 或者是外交部的發言人 都開始說希望贊成 儘速召開新一輪的安理會 然後能夠採取具體的行動 大陸現在到這個時候 你的感覺是已經 有一個關鍵性的轉變 它會開始對於北韓真正的施壓 不只是在安理會裡面 也會在實際執行的層面上面 真的能夠做到制裁的情況 最明顯的我們看得到 這個第三代的當家做主的 金氏政權的這位政治人物呢 和中國大陸的領導幾乎是零互動 或者是說中國大陸對於北韓的 互動的層級是越來越低 這說明了什麼 這說明就是說長久以往 中國大陸尤其是習近平上來以後 對於崛起大國 中國自己所既定的方向裡面 是希望有一個堅持 能夠掌握這個步調 那每每呢 北韓又在這個過程裡面 增加他的這個 頭痛的因素 所以整體我們觀察有幾個方向 就是習近平上任以來 中國大陸跟北韓的關係 很明顯的是越來越冷 第二個呢我們也要看到 在前一個時期 中國大陸居然對於一篇 學術性的刊物裡面批評 那是在溫家寶時代 胡錦濤時代 批評北韓以後呢 把這個刊物給禁掉 這個說法 這個做法在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那目前大家在討論的 種種方案裡面 一個最最最特殊的 也就是說 北韓的這一套 核子武器的發展的目標 不僅是對著美國 同時也是對著中國大陸而來 它的產生的核子武器的 所謂的它的威懾作用呢 開始對於中國大陸 產生負面的因素 我覺得這是裏外 兩條很明顯的思路 也造就出來今天 北京跟平壤之間的關係 戰略關係裡面 有一個新的走向 我看到第六次核事報以後 大陸有的一個反應就是說 很擔心這個事情 會對東北吉林這些地方 產生核污染 核輻射 甚至地震的影響 但是你說的是進一步 你說的是 老實說它的飛彈 現在有沒有能力打到關島 我們還不敢完全確定 但打到北京 就像打到東京跟打到首爾一樣 是很確定的 那大陸會感受到北韓對它的戰略威脅嗎 大家一向都認為 大陸是對於北韓是有辦法的 難道大陸會反過來 會覺得受到北韓的核訛詐嗎 從另外一個跡象 那北京呢 就是基於北韓的這個核武器的投射能力 越來越強 越來越遠 越來越準 規模越來越大 它已經開始心裡起毛了 因為在過去中國大陸 採取的一個核威懾 是一個最低核威懾的一個戰略 一個思路 那也就是說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從來沒有部署所謂反導系統 那基於此 中國大陸已經 向莫斯科採購最新型的S300的反導系統 這說明了什麼 他也感受到 他可能有毛 有鈍的同時 他有一些 他有毛子的同時 他有一些鈍 那這個整體而言 說明了一些變化 第二點就是說 北韓核事報以後 中國大陸公開的學術論文裡面 已經有新的一個論點 而且新的論點是非常鮮明的 就說明了 一旦 就是說明可能 北韓的核彈頭 對中國大陸調整方向的時候 哪些地區 包括三峽大壩 它的戰略 哪些城市 都是在它的有效射程之內 這是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一種景象已經產生了 我最後在結束這一段之前 我想請教 當然 這一次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 北韓可能 也是不會把它放在眼裡面 甚至接下來還可能有 導彈試射 甚至再一次的核四報 來作為它的defiance 它的不理會 接下來你覺得會怎麼辦 這個還會再有一次新的制裁決議 把這螺絲上的更緊一點呢 那整個北韓的情況 你覺得它會像當時的伊朗一樣 慢慢的在全世界 包括美國的制裁之下 逐步的開始跟國際來合作 你怎麼看 伊朗和北韓在本質上 是天差萬別的 就是北韓這個狀況是太特殊了 伊朗最後為什麼聯合國的制裁奏效 取決於因為 伊朗的內部發生了 伊朗的人民認為說 它不願意再被國際社會鼓勵 可是對北韓而言 這條不作用的 它是一個長期封閉 一個人說了算 由上而下的 所以說除非有如同伊朗 這種情形發生 北韓的狀況可能還會持續 如果是繼續持續 我覺得聯合國安理會的 這個一致決的項目內容 會增加會深化 我們等一下下一段 我們就來談 如果說到目前為止 對北韓並沒有辦法 拿出有效的辦法 這整個情勢要持續下去 也就意味著北韓的核能力 一直在提升 這個對於周邊國家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中國大陸態度已經開始改變了 對於南韓跟日本 他們是不是還能夠繼續的仰賴 美國所提供的核保出產 這個情況 最近似乎有一些開始變化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 我旅遊 我們來看看 我們一起拍照 我們今天晚上 我們來拍照 我們快樂 我們不停 我們是